我們現在來到芬林北港樓 今天要來介紹兩間由日本時代有的北港興 一間是北港舟,一間是北港局長 不過,這部署收下的北港局長應該是北港舟 北港舟是在1927年開墓 開墓時請到日本的寡婦教來開演 當時押品沒多,所以在亞馬舟時 就有Opera、布地戲、寡婿、驚婿和民俗技術表演都演出 如果沒有演戲時,還可以作出是人在結婚的地方 北港舟就是後來的大學興 開墓後的大學興有兩站樓盤 一堂停業,現在已經跟它收穫,就回來了 到了1937年,就出現了第二間大學興 叫做北港局長 這間的規模非常大,裡面可以八百人 裡面的舞台聽說是可以旋轉的 這間目前還有保留下來,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是折中主義式的建條,上面的山巡很漂亮 我像我兩邊親身有樓梯,這樣一站一站八腳起 在建條的兩邊都有陶身門 像我一樣是用到勾麵磚 北港局長的膠擺在廚的後面還看到 這次是用到洗澡風酒的山條來收尾 這是折中華臉的湯器庫 這裡面有一間飯飯,儀式很清澈 真有非常北港人的熱情 那